一女会花多长时间喜欢一个人 一天 一个月 还是一年 我心中对陆于恒暗生情愫 已经好多年 我从小无父无母 在孤儿院 后来被陆家父母领回家 起初我对于陆于恒 只是家人的温暖和欢喜 这份喜欢 埋在我心底 可渐渐的 这份感情变了质 四年前的夏天 躲进衣柜的 我看到一件事后 再也不想当他妹妹了 那天下午 我依旧清楚地记得 我在放学路上 跑得有多欢快 高考一摩分数出来的第一时间 我兴冲冲地跑到陆于恒的房间 想要把得了年纪前三的成绩告诉他 可推开门 里面空无一人 这是我承认来第一次进他的房间 陆于恒喜欢蓝色 房间如天空般清澈干净 被褥 衣柜 目光所致之处 都是浅浅的蓝 不禁让人心旷神疑 不知何时 没有特别重义 颜色的我也尽喜欢买些蓝色的小物件 比如贴纸 文具 我小心翼翼将怀里新买的蓝色钢笔插进陆于恒桌上的笔筒 不会别的 就为多看笔筒上我跟陆于恒的合照一眼 那是陆于恒去年带我去游乐场拍的 当时出来赶上大雨 他脱了衬衫披在我身上 自己临成了落汤鸡 滑稽又温暖 从小到大 只要我跟陆于恒在一起 无论做什么 心里就跟吃了蜜似的 除了甜还是甜 我已经能想象到过会儿 陆于恒回来高兴地抱着我转圈的样子 我决定躲进衣柜 一会儿给他一个惊喜 可我万万没想到 这个惊喜会变成惊吓 今天我爸妈不在 快点 我等不及了 陆于恒的声音 还是那么低沉 而富有雌性 听到的刹那我满是欣喜 可听到后半句 又不禁心间一颤 他带谁来了 于恒你别那么急 我怕疼 你真是个妖精 女人娇羞的声音直直传来 我透过衣柜的缝隙 看到陆于恒跟一个女人 从房间门口纠缠到床上的画面 我性慕袁争 死死捂住嘴巴 我从不知陆于恒 还有这样的一面 十九岁的我 虽没经历过男女情史 可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 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陆于恒 跟另一个女人 做这样的事 她是我的哥哥 是我最爱的人 而现在 这份爱就要被别的女人抢走了 我极度又愤懑 下意识推了一下衣柜的门 就是这一下 女人立马警觉起来 等等于恒 我怎么觉得有人 我吓得大气不敢喘 我想象不出 自己跟陆于恒 坦诚相见的画面 你听错了吧 我妹平时都住学校宿舍 很少回来 而且她也不会进我房间 是吗 女人都是敏锐的 不经意地一瞥 她看到桌上 我跟陆于恒的合照 嗅到了几分危险的味道 试探地说 你和你妹妹关系 太好了点吧 我要跟你拍照 都没见你 贴我这么近 你瞎说什么呢 那是我妹妹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我一直拿她当妹妹看 我就是随口一说 于恒 我道歉 我见女人双臂 主动缠上陆于恒的脖梗 只能在这狭小鼻子的空间 无力地看着两人间的距离 一点点缩小 我死死咬住唇瓣 眼眶里盛满了精盈 没错 我是捡来的孩子 自即使起 我就在楼城福利院生活 虽有时不能温饱 日子倒也过得平静 直到有一天 妈妈出现临走了我 我还依稀记得那天 妈妈带我回到家的时候 跟爸爸吵得不可开交的样子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妈妈一气之下 摔门离开 爸爸追出去 家里的狗 当我是不幸之人 冲我狂吠 年仅三岁的 我被吓哭了 是陆于恒 给予了我唯一的温暖 他虽然知道我四岁 但已经会洗衣做饭 爸妈不在的一个月里 是他给了我一碗碗热汤 一口口热面 他不问我是谁 从哪来 为什么要到这里 说实话 即便问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个月后 爸妈带我去改了现在的名字 陆于希 我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 跟陆于恒的关系 越来越好 他宠我到了骨子里 送我上下学 买早餐 只要我开口 他总会想尽办法满足我 我十八岁过生日那天 我只在放学路上 不经意多看了 衣服店里的公主群一眼 没过几天 他就买给了我 我一开始以为 是爸妈多给了他零花钱 后来从他哥们口中 才知道他那几天放学 居然去饭店 洗盘子 洗到凌晨 才换了那么一点辛苦钱 我问陆于恒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他揉了揉我的脑袋 轻柔地抚摸着 我眼角下的泪质 我不对你好 对谁好 于希 你笑起来真好看 特别是眼睛 哥哥永远只会让你笑 陆于恒啊 陆于恒 你说得真好听 伤透了我的心 此时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唇瓣已是被咬出了血 我多么希望能来场意外 分开外面的两人 二货许是听到了我的心声 家里的金毛忽然冲了进来 对那个女人狂叫 啊 怎么有狗 于恒 我怕 女人因为这个小插曲 早早收场离开 陆于恒也走了 我跌跌撞撞地爬出衣柜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金毛过来舔了舔 我早已被泪如湿的脸 我再也控制不住地抱住她 嚎啕大哭起来 傍晚 我把自己锁在了房间 茶饭不思 满脑子都是陆于恒 跟另一个女人欢爱的画面 我的泪 宛如冲了蹄的河流 怎么也止不住 渐渐的 我全身的力气 仿佛都跟那一滴滴落下的绝望走了 我站不起来 说不了话 就连晚上陆于恒回来敲门 我都没力气回应她一句 雨夕怎么了 出来吃饭了 陆于恒的声音 又变回了之前的温柔 可我心底的伤痕 却是怎么也抹不掉了 我低声啜泣 眼皮愈发沉重 耳边依稀能听到陆于恒在撞门 雨夕 你怎么了 妈 快打急救电话 我哭得昏天地暗 失去意识前 陆于恒的呼喊 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 半夜朦胧 我似乎感受到一双宽厚温暖的手紧握着我 后来妈妈告诉我 是陆于恒守了我一夜 我心里还是暖的 至少她会在乎我的死活 没有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出现 就对我不闻不问 她不止一次问过我 为什么哭 无法告诉她真相的 我只好坚口不言 久了久之 这件事在我心里烂了根 夺走了我最宝贵的东西 我患上了眼疾 视线模糊不清 一度有失明的危险 即使家里带我四处寻医治好了 我却也留下了病根 我的眼神再也便不回原来的温柔 我最寻常不过的目光 看上去都像再瞪别人 因此 我没少受欺负 一次周五晚自习回家 我只是无意逆了逆周围 要过马路 几个混混突然上前拦住了我 小姑娘 你瞪哥哥们 是不是想跟哥哥们一起玩玩 还是说 你看不起我们 后半句带着明显的警告和威胁 我后退一步 下意识想向别人求助 可晚上快十点 路上根本没什么人 加上我因为留下来做职日 比其他人玩走一些 现在可以说 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偶尔路过的几个学生 见我被混混围住 也没有上来帮忙的意思 反而躲得远远的 生怕我向他们开口 惹来灾祸 我飞速运转大脑 握紧带里的手 眼前浮现出一个人的脸 除了打给陆于恒 我别无他法 虽然经过那件事 我跟他的联系 已经大不如前 但我之前给他设置的快捷号 依然没有改 只要拨个一 就能打通电话 我小心翼翼 伸手进书包摸索 只见碰到一的时候 掌心里渗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一声两声 手机震动 我一颗心悬在了半空 不曾想卸下倔强的我 对陆于恒 还是依赖到了骨子里 那一瞬间 我不止一次想过 要是陆于恒接电话赶过来 我或许能尝试劝说自己 忘记那不堪的一幕 他还是我的哥哥 是我的天 可我怎么也没料到 电话通了 里面传出的 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天跟陆于恒 纠缠在一起的声音 喂 你是余恒妹妹吧 有什么事吗 她已经睡了 需要我叫醒她吗 字字朱击 宛如冰冷的刀剑 插在我的心口 一下又一下 我眼前一黑 紧咬唇半 才没有倒下去 等我回过神恩下挂断剑时 为时已晚 啪的一声 混混打了一巴掌 我半边脸顿时高肿起来 活辣辣的疼 还敢打电话叫人 搁几个 今年好好跟你玩玩 混混们很快 钳制了我的手脚 叫我动弹不得 不 不要 我给你们钱 你们要多少 我都想办法凑给你们 求求你们不要 我当然明白 他们口中的 玩是什么意思 眼眶立马盛满了精英 失去清白 我还不如去死 搁几个不要钱 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小姑娘 聊一整夜的天 带走 正当我以为 我就被这些社会扎子凌辱 之后悲伤过度 了却自己生命的刹那 陈玉出现了 我的命运之轮 正式开始运转 三让开 你们挡到了 什么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搁几个给我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看到后面有人偷袭 我禁不住高呼 小心 陈玉迅速回头 在我一阵惊双注视中 演绎了什么叫真正的功夫傍身 转眼就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混混 不到一分钟 他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双手继续插在裤带往前走 等等 陈玉 谢 谢谢你 我追了上去 他扫过来 你认识我 我点点头 至于别的 却是不敢多说 陈玉瘦瘦高高 皮肤有黑 是隔壁直高的笑霸 传闻不少人都被他打过 也很惧怕 可对我 他宛若天神从天而降 救我于水火 我自然是感激涕零 看着他因为刚才的拳打脚踢 而变脏的笑服 我主动说 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洗衣服 我埋低头 不自然地摆弄着食指 不确定陈玉会不会因此拒绝 在过去的日子 我很少与人打交道 除了帮陈玉 做这些微不足道的事 我实在不知 还能做些什么来表达我的感谢 一件衣服 想要送你 陈玉的回答 让我摸不着头脑 呆呆地望着手上 皱巴巴的笑服 我决定带回去 好好手洗红档好带给他 当晚 陆玉衡没有回来 我失望到了极点 不过渐渐地 我也习惯了 没有陆玉衡的日子 我对他而言 只是妹妹 谁规定 哥哥一天到晚 要陪着妹妹呢 我只身一人 在卫生间搓衣服 足足换了五大盆水 才算干净一些 前后两个小时 总算洗完 凝了又凝亮了起来 等到周日下午 衣服已经干了 我叠起来 家里找了个袋子装上 进学校交完作业 在植高门口等了一个小时 看到陈玉急匆匆地往外赶 我好奇中 又透着几分担心 跟他走了两条马路 终于在一条小巷停下 正当我疑惑 陈玉为什么来这么偏僻的地方时 一声声细软的狗叫 吸引住了我 我鬼使神差地走近 居然发现 陈玉正半蹲下来 给一窝搬点小狗味吃的 我惊呆了 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我愁愁了好久 还是决定上去打招呼 陈玉 好巧啊 这个怀念 陈玉表情淡淡的 说了一句 放旁边继续喂着吃食 气氛有些尴尬 我想起 代理剩了一些家里金毛的口粮 索性拿出来一病喂 你经常来这里吗 陈玉难得多说了几个字 一周来两次 我正想多嘴问喜欢为什么不带回去 他像是看出我的心事 家里不让痒 而且我时间也不多 说完他便站了起来 静止走进附近的酒吧 我愣了愣 跟了进去 我本以为陈玉来是玩的 可见 他换了服务员的衣服 我才明白 他刚才说的那句 时间不多是什么意思 原来他在这里 兼职打工 细细想来 过去十几年 都是家里养我 我如今长大成人 刻余时间 也应该做些事 减轻爸妈负担 但我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适合在酒吧工作 我决定留下来观察一下 陈玉跟柜台 一个叫乔晨的调酒师 好像很熟 他还没走过去 那人就准备好了酒盘 和几瓶红酒 C做点的 我隐约听见这么一句 跟在陈玉后面走 乔晨叫住我 你是陈玉朋友吗 我正了正 点点头 我叫乔晨 也是陈玉朋友 他眉眼微弯 笑着说 我礼貌回应 我叫陆雨昕 很高兴认识你 简单寒暄完 我追上陈玉的步伐 到了C座包厢 却不料 眼前的一幕 叫我目瞪口呆 四路雨横的女朋友 怎么会在 而且让我没想到的是 她旁边竟然还坐了三个男的 一个摸她大腿 另两个艺人 一边对她上下起手 她毫不在乎 有说有笑 她们是什么关系 女人似乎也发现了我 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 我顿感不妙 下意识要逃开 她追了出来 急忙拉住我 雨昕妹妹 我叫江莫 刚才的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她们只是我的几个好闺蜜而已 她们喜欢男人 你千万别告诉你哥 她会误会的 我显然不相信 对江莫的套近乎 也不敢冒 你能不能放开我 我要走了 我们之前没有正式见过面 就是这漫不经心的一句 让江莫确定了 那天我的确躲在陆玉恒的房间 目睹了一切 刹那间 江莫飞快转着眼珠 像是在思考什么 而我不知她的心思 只当她心虚 她或许是觉得 我会将今天看到的一五一十 告诉陆玉恒 对我百般纠缠 最后要不是陈玉搂着我肩 说我是她的女朋友 我根本脱不了膳 短短几天 我又欠了她一个人情 你几点下班 我 我想请你吃饭 我几乎耗尽全身力气 才说出这么一句 陈玉没做回应 转身去工作 拿我当透明人 这让我一度以为 陈玉和别人一样 都被我的眼神吓跑了 乔晨解释 得十点了 你可以先回去吃点东西 陈玉就这样 不说话 就是代表没意见 习惯就好 我顿了顿 对乔晨也到了线 每个人的习惯确实不同 性格也不一样 就算明知江沫如此 我也不会在背后嚼人舌根子 可我回到家 迎接我的 却是一个愤怒的陈玉恒 我脸上的思念和愉悦 停留了一秒不到 就被陈玉恒劈头盖脸的一阵臭骂 交了个透心凉 与其 那个混混是怎么回事 要不是默默路过发现 我还不知道 你已经学会进酒吧 跟不学无数的混混 弹琴说爱了 你能不能自爱点 陈玉恒不分青红皂白的一通谩骂 点燃了我紧绷的最后一根神经 我受够了 我学他拔高嗓音 毫不顾忌地说 陈玉恒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跟谁在一起和你有关系吗 你自己还不是跟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倒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 自己睡的到底是几手货 我今天去酒吧 看到他跟三的男人 啪的一声 清晰而刺耳 我脸疼 心更疼 陈玉恒竟然为了那样一个女人打我 我不是没有被人冤枉过 但唯独陆玉恒不可以 我泪眼婆娑 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 陈玉恒 我恨你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我哭着跑出去 身后的陈玉恒 是怎样的一副表情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一股脑地跑到酒吧 我迫切想见到陈玉 可晚上的酒吧不比白天 人头攒动 我怎么也挤不进 只好在门口等 就在这时 姜默像没看到我一样 要进酒吧 我愤懑上前抓住他 是你在我哥面前胡说陷害我的 这里只有我和他 姜默私下虚伪 一张浓妆艳抹的脸 勾起一抹挑衅 是又怎么样 陈玉希 你也别装了 你敢说 你真是拿于恒当哥哥的 不 我眼神躲闪 不知怎么 竟没了刚才的底气 姜默趁势一把 反攥住我的手腕 冷笑道 既然是情敌 我不会心思手软 今天我就要你身败名裂 让于恒更厌恶你 话音刚落 围过来五个男人 其中三个 正是下午跟姜默 私混在一起的 我见情况不对 想喊救命 可一个男人眼急手快地 捂住我的嘴巴 往一旁的面包车上拖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不敢是谁打来的 都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卯足了进 张嘴咬向男人的手 边跑边拿手机 见识路于恒 我瞳孔一缩 我刚按下接听键 里面传来他的焦急的声音 雨昕 你在哪 我想马上见你 我浑身一震 脸上挂着两行热泪呼喊 我在酒吧门口 姜默派人追我 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 紧接只听他歇斯底里地说 往家跑 我马上到 接下来的十分钟 我拼尽全力奔跑 才没有被抓住 或许是后来 听到了陆于恒的声音 姜默怕世纪败露 带人逃了 我在家门前的那棵梧桐树下 见到了陆于恒 他拥我入怀 力道大的 仿佛要将我揉进他的骨血 他开口 语气是满满的自责 对不起雨昕 都是哥哥不好 哥哥不该打你 还那么说你 都是哥哥的错 我身子微僵 不知陆于恒 从哪听说了什么 又听到了多少 只是这幅 还拿我当小孩子的口吻 让我再也忍不了了 姜默有一句说的没错 我和他是情敌 我喜欢陆于恒 这份喜欢 埋藏在心底很多年 一点点发酵变质 直到现在 一发不可收拾 我紧了紧手心 点起脚尖 在陆于恒 震惊无比的眼神中 吻上了他的唇 五路雨恒 瞪打双眼 正愣了一秒 迅速推开了我 雨 雨昕 你在做什么 看到他眼中的惊讶和排斥 我只觉得 心在滴血 为什么 为什么将末 就可以 我不行 他震惊 神 什么 木已成舟 既然我跟陆于恒 这层窗户纸 已经捅破 那我只能把话说开 陆于恒 我不想再当你妹妹了 这句话出口 陆于恒 就像被抽走了灵魂 木讷地站在那里 久久没有回应 我心里不由地生起失落 原来只是我一厢情愿 过去的点点滴滴 当真是我多想了 他之所以会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只是因为 我是他的妹妹 对不起 你当我胡说好了 我从来都很失去 特别是亏 探见了那件事后 我变得敏感又自卑 也是 陆于恒怎么可能会喜欢这样的我 我转身双目低垂 眼眶已有泪在打转 正当我要为这场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的爱情悲哀时 一道温热结实的躯体靠了过来 刹那间 我全身心都被填满了 电光火石 我跟陆于恒 火速回家关上房间 他迫不及待地吻着我 从唇到鼻子 再到眼睛 他的吻如蜻蜓点水 温柔又致命 我等了十九年 已经做好了完完全全 交给陆于恒的准备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陆于恒的一句雨吸 你真像个妖精 叫我从头冷到了脚 那不堪的一幕幕 涌上脑海 陆于恒的每个吻 都让我一阵作呕 我忍住心里涌上来的反胃感 一把推开他到厕所 大吐特吐 一丝不挂的陆于恒追了出来 温暖的关心 雨吸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我送你去医院 我惊恶地发现 陆于恒 给予我的温暖 对我仍是救赎 我不是不喜欢他了 只是心里接受不了 跟他进一步亲密 我闭了闭眼 强咽下 那催人泪下的苦 努力扯出一抹笑 没事 可能是吃坏了东西 陆于恒连忙扶我休息 给我拿药 一如既往的细心照料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我眼中痒着泪花 我想我该主动疏离陆于恒一段时间 给自己好好做下心理建设 他好不容易接受了我的表白 我要是就这么放弃 岂不是前功尽弃 后来的我 不止一次想过 这些是不是都是因果报应 陆于恒给我的心伤 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治 是不是都是因为 我给陈玉也带了伤 那个被我忘记的男孩 那天在酒吧门口 到底等了多久呢 这些我都无法知晓 等到第二天 我意识到自己爽约 匆匆赶去时 乔诚告诉我一个惊人消息 陈玉已经转学了 他走了 去哪了 据说是回外省的老家 不会回来了 听到这里 我心中隐隐作痛 不是种爱情的苦 而是愧疚 这么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竟连一句告别都没有 后来 我不止一次去酒吧 问过乔诚 有没有陈玉的行踪 可都一无所获 我自得无形中 伤害了一个翩翩少年 这或许就是老天惩罚我的原因吧 让我爱上陆于恒 这份爱 慢慢让我窒息 六成玉的离开 做了催化剂 不知何时 我开始有意无意 躲起了陆于恒 因为他每次见了我 总是不可控制的 做亲密的事 牵手 拥抱 接吻 哪一样我都接受不了 陆于恒 像中了鞋 一会儿不见 就给我打十几个电话 仿佛他一天到晚 除了给我打电话 就再没有别的事可以做 细细想来 自从他接受了我的表白后 的确变了很多 他不再跟江墨联系 穿衣搭配 也不像以前 那么张扬不羁 他更宠我 时时刻刻 想跟我说话 要是我心里没问题 陆于恒如此 我怕是做梦都要笑醒 可现在 我只觉得是折磨 这天 我向往常到酒吧 问乔晨 有关陈玉的消息 陆于恒气冲冲地进来 二话没说 一把揪住乔晨的领口 我认你很久了 你想对他做什么 说 我急忙拉开 你冷静点 他没有拿我怎么样 不管我怎么解释 陆于恒就是认定 我跟乔晨 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他狠狠揍过去 乔晨脸上 身上不少地方挂了菜 不得不住院 我过意不去 买了些补品和水果探望 要帮乔晨付医药费 却被阻止了 我浅笑一番 也不再坚持 歇数久了 我发现 乔晨阳光又坚强 我要是再说下去 怕是会伤他的自尊 我陪他聊了一会儿 准备出去 可突然听到 妈妈李凤娟的名字 震了震吼 我停下脚步 我本以为只是重鸣 毕竟爸妈上周 说出去旅游了 这个时候 不可能在楼城医院 然而 我走近听到 精准呜呜的地址时 我瞠目结舌 那个注意708的女人 怎么病这么久 也不见家人来看啊 听说他16年前 把自己私生女 当孤儿接回家 被老公发现后 两人就感情碎了 做了这种龌龊事 他怎么好意思 让孩子知道 短短几顺 我的脑海里 闪过一个又一个片段 三岁开始 爸妈之间争吵不断 有好几次我在房间 听到隔壁 有摔东西的声音 而且 爸爸看我的眼神 始终很冷 像藏了冰 当时我还不能理解 可现在似乎都说得通了 但我宁愿相信是 自己猜错了 因为一旦成真 我和陆于恒 也就走到了尽头 我一步步接近病房 走进真相 当我小心翼翼点击脚尖 探向病房里的女人 视线缓缓落到脸上时 我愣了愣 下一秒 彻底崩溃 气不成声 那正是妈妈 刹那间 我倚靠墙壁 一点点瘫软下来 觉得周围的世界 都失去了颜色 所有的一切都在离我远去 我没有勇气进去问妈妈 更没胆量问爸爸 我浑浑噩噩地回了家 耳边是陆于恒的道歉 可我却什么也听不到了 他上来抱住我 又想吻我 我推开他 浑身颤抖地说 陆于恒 我们分手吧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 陆于恒激动到 为什么 你喜欢上那个小子了 不 是因为 我难以启齿 陆于恒像发了风一样 摇晃着我的双肩 以为我做了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 你说话 我们是 亲兄妹 我将在医院听到的 看到的 一五一时地说给陆于恒听 他满脸不敢置信 不 不会的 雨昕 你在给我开玩笑对不对 我偏过头去 眼含泪花 沉默成了压垮 陆于恒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摔门离开 我知道他肯定是去医院了 去寻求那个鲜血淋漓的答案 七事情没有转机 一夜之间 我跟陆于恒又成了兄妹 他离了家 住校不回 而我住在了学校 专心学习 企图用繁重的学业压力 麻痹自己 偶尔会去酒吧 跟乔晨聊聊天 一次聊天不经意间 我竟得知 乔晨跟我年纪相仿 是城里另一所大学的高三生 不过他并没有什么目标 因为家境 他打算高中毕业 就去大城市打工 可后来突然有一天 他主动问了我一个语文问题 我忍不住打去 不是不学吗 怎么现在改主意了 乔晨看着我 笑了笑 突然想去看看 大学是什么样了 你想考什么大学 我 江城大学心理学院 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从小就想听别人的故事 心理医生很适合我 那你可要加油了 江城大学心理专业 可是热门 他如是说 唇角带着几分戏谑 我想回怼 可又觉得自己 的确还要更努力 从那天起 我跟乔晨相互监督 相互出题 批改被烤点 谁当天分低 请对方吃一顿饭 乔晨比我想象中 要聪明得多 他树里话有如神助 模拟卷做到后来 几乎次次满分 文科薄弱了些 但在我辅导下 已经有了明显起色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他考个985不成问题 我在最后几天 也开始全力冲刺 但陆于恒的一条短信 拉走了我全部的思绪 他跟江默复合了 对此 我魂不守舍 满脑子都是 他跟江默纠缠在一起的画面 没有意外 我高考失利 差点连普通二本 分数线都没到 然而更让我大跌眼镜的是 乔晨也是如此 还真是患难于过 这种分数上什么大学 已经不重要 到填志愿的时候 我和乔晨去了网吧走个行事 我随意填了一个志愿走了 乔晨帮我关了机 两个月后 入学报到 校内看到乔晨 我惊诧极了 乔晨 你怎么 他耸了耸肩 摊摊手 分数不够 我也只好来这儿了 你分到哪个宿舍 我帮你搬过去 我东西不多的 自己来就 乔晨不给我说下去的机会 硬是把我的行李 送到了六楼 我抽了纸巾 给他擦了擦汗 近距离看 乔晨五官还是比较精致的 脸部轮廓分明 肌肉线条硬朗 都是一双单凤眼 不同于陆鱼恒的霸道 乔晨让人如沐春风 这样的乔晨 大部分女孩子 看了都喜欢 他前脚刚走 后脚宿舍里的何娇娇 就来跟我要他的联系方式 我逆了逆 他那张胭脂气重的脸 下意识拒绝了 乔晨是和那种乖巧听话的 何娇娇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会因此惹上一场杀身之祸 入学后不知是不是水土不服 一个月以来 我刚开始还有些胃口 可到后来我什么都不想吃 头发也掉得厉害 顶部甚至秃了一块 为了出门不被嘲笑 我只好戴上一顶帽子 乔晨见我脸色惨白 急切到身体不舒服 有没有去医务室看过 我点头又摇头 笑一说 我只是最近压力大 让我好好调整多些 我带你去外面医院看看 我拗不过 便跟着乔晨去了 却不料这一茬 吓得我当场晕厥 八单衰竭 医生你会不会弄错了 乔晨比我还激动 我很少见他这么势态 医生皱皱眉 怎么会错呢 你体内千拱严重超标 好好想想 自己吃了什么 我没吃什么 除了每天晚上 社友帮带回来的小米粥 我恍然大悟 难不成是何娇娇在小米粥里 做了什么手脚 然后让别的社友带回来 掩人耳目 我正怀疑 乔晨立马报了警 其他几个社友 立马供出了和娇娇 我一阵后怕 不曾想 只是拒绝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竟然想堵死我 医生说 我要换肝 我万般无奈 只好联系陆于衡 他说三天后来看我 这几天 我临时住了院 乔晨照顾我起居 我们无话不谈 感情越来越好 我一次成汤不小心洒在手上 他急忙给我擦身 四目相对 气氛变得越来越暧昧 乔晨的睫毛很长 一张一合 此时宛如漠然的眼里 倒映着我的模样 只是瞬间的情迷意乱 等回神 他已经稳住了我 我心跳加速 不禁挪开视线 可就是这一看 却瞥见陆于衡正站在门口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想 他也不该有 毕竟他是我的哥哥 你们确定是亲兄妹吗 陆于衡做过检查后 医生突如其来的一句 叫我们两个都有点猛 什么意思啊 你的肝脏 虽然跟病人的匹配度很高 但血型不同 你是O型 病人是AB型 DNA检测也不相似 陆于衡正了正没说话 他促起眉头 起身出去打了一通电话 之后像是确认了什么 欣喜若狂地抱我起来转圈 与系是真的 爸爸说我们不是兄妹 我兴慕袁真 不敢相信 那之前他按了按摩 脸色变得有些阴沉 之前的事我会查 不用你担心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养好身体 等可以做手术了 我给你医治肝脏 陆于衡说完就走了 想着应该是去查他口中的事 走之前 还不忘狠狠地瞪乔尘一眼 我愣住了 还从没这道晴天霹雳中缓过神 乔尘也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我叫住他 正是这一下 我看到他眼里含着的泪 虽然只有一瞬 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我明白 乔尘是对我动了心 我又何尝不是 这些日子早就烙印在了我的心里 我怎么可能忘掉 苍天啊 你为什么要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我不知怎么开口 乔尘 与曦 我没关系的 只要你好好的 我做什么都可以 乔尘强忍戴笑说了一句 我心脏振振抽疼 示意他过来 我抱住他 拍了拍他的宽肩 轻声细语 眼眶同样泛起了晶莹 乔尘 我都懂 我配不上你 正如配不上陈玉 温柔 而又深情的你 不应该只占据我心里的一个角落 这对你太残忍 我承认自己喜欢你 可那是基于陆于恒 是我亲哥哥的事实 现在一切都变了 我爱陆于恒 从三岁进家门的那刻就是 与其吊着你 我想该和你说清楚 我们 还能做朋友吗 只要你想 两个月后 我做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我和陆于恒 躺在病床上 食指相扣 有说不完的话 陆于恒告诉我 他查清楚 当时楼城医院我听到的事 是江默跟踪我 收买护士 故意说 给我和陆于恒听的 妈妈脑梗突发住院 不想让我们担心 才借口说是旅游 现在已经康复了 之后 爸妈来看望我们 算是印证了他说的 那时我才注意到 爸的眼神竟跟我一样 怎么看怎么了 看来是我误会了 至于那条 跟江默复合的短信 陆于恒后来解释 是他为了让我 好安心高考胡乱编的 自从接受了我的表白 他眼里 心里 就再也装不下别的女人 不是我信他的甜言蜜语 而是他用行动告诉我 他爱我 宁愿舍弃一切 哪怕自己的生命 雨昕 现在没有什么 可以阻止我们了 我浅音一声 掌尖感受到的 只有陆于恒的温暖 我和陆于恒一样 认定彼此前 走了不少弯路 有的喜欢无法言说 有的爱身不由己 无可奈何 并不是每一种都能走远 有幸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若是能重回那个夏天 我依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未来还有很多个二十年 这次我有他相伴 陆于恒 你什么时候对我有想法的 从你三岁进门 吃我做的饭菜 对我笑的那刻起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什么时候要看你 我来说